第2171集 轰 半空中一道蓝芒自听而降 重重地砸在了火球上 竹梁闷哼了一声 他扑通一声从半空中落下 落住了下方的一条河里 吃拉一阵响 他身上的火球熄灭 他现在看起来狼狈无比 在膝盖深的水里面艰难地爬着 刚爬上岸 迎面便看到了叶浩轩刚刚落下来 叶浩轩手中的太长蓝芒周线 朱梁相信只要他敢有异动 叶浩轩手中的线便会毫不客气地落下来 把他的脑袋和身体分加 他也相信叶浩轩刚才那一剑是手下留情的 只求把他积下来 并没有真的想要了他的命 否则的话 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活着 怎么样 服不服气 叶浩轩收起了剑 他淡淡地笑着 朱梁不说话 虽然叶浩轩的剑收起来 但是他感觉却比刚才更危险 他这才知道自己和叶浩轩的差距有多大 叶浩轩想杀他 简直是易如反掌 金丹大盗 沉默了梁姐 朱梁终于笑了 他笑得有些苦涩 刚才叶浩轩的那一剑 让他见识到了叶浩轩真正的实力 他已经感应到了叶浩轩身上的那一丝天地之威 他好歹也曾经是位舞者 当然知道这是代表着什么 这是代表着金丹大盗的力量 哦 你能看出来我的实力 这一次 却是轮到叶浩轩惊讶了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天静上下的实力 真正的实力 一般是没有人能看出来的 这家伙却看出来了 看来他融合了火毒 并非是全是火毒啊 我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朱梁自嘲地笑一笑 看来你融合的东西 并不是寻常的火毒 而是火精吧 说说你从哪里得到的 叶浩轩问道 他现在对那东西十分的感兴趣 曾经我是一位舞者 但是被人陷害 然后被我最尊敬的师父 也就是胡家的那位断其精卖 毁其其精 可以说从那里以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万念俱灰 我在南海的一个小岛上想过死 而那个地方有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我便从那里跳了下去 然后就得到了火精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有另外一个东西 它似乎是有生命 但没有自主的意识 它的意识似乎和我就是一体的 但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说不上来 这就对了 在岩浆里面存活了万年的火之精华 成了精一般的存在 它选择了你 是你的福气 因为融合了之后 你将会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不得不说 这也算是你的祸事 因为 它拥有了独立的意识 你就会被它吞噬 到时候 你的身体 可就不是你的了 我当然知道 而且有些时候 我感觉到了 它在与我争夺身体的控制权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一来我离不开它 二来 我需要强大的力量 我要报仇 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才来报仇 因为以前我们之间有问题 完全没有融合 我那样的状态来挑衅胡家 非但报不了仇 而且我自己也会死在这里 所以我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所以我才会回来 可惜 在这里遇到了你 我不甘心 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谁说我要杀你的 叶浩寻莫名其妙地说 这个世界要多一些和谐 为什么非要那么多地打打杀杀呢 可是 我是无恶不作的 你不认为我这样的人该死吗 不会 如果你真的无恶不作 我早看出来了 你的心底还是善良的 只是当年的事情你是被冤枉了 这是你的心结 我觉得 弄清楚当年的事情 解除你的心结就得了 可是如果解不了的话呢 你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吗 我不相信你来这里 只是单纯的为了杀人 换句话说 就算你把胡家的人全部杀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那能洗清你的嫌疑吗 即使是这样 那又怎么样呢 你师父已经死了 你也报不了这个仇了 朱梁低下头 说真的 他再回到这里时 的确不是为了指示杀人 他只是有心结 没能彻底地放开 叶昊轩说的没错 弄清楚当年的事情 解除了他的心结 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怨气了 有些时候 杀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只不过想让胡家 还自己一个清白罢了 我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 而且你身上的火毒 会很快控制你 占据你的意识 到时候 你将是一句行尸走肉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就帮你洗清所有的东西 还你一个清白 帮你治了火毒 你看如何 好 只要能弄清楚当年的事情 我愿意 相识下定了决心 朱梁终于点点头 师父 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 胡军和胡倩两个人 一同冲了过 看到朱梁被制服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了 你现在回去 找一个长辈来 把朱梁当年的事情 原原原本本地弄清楚 然后我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师父 你这是要为他翻案吗 我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弄清楚吧 我只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胡家的家训颇严 弟子不能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而且 我们从来不传外形弟子 朱梁是一个例外 他天子好 所以我爷爷就破理收他为徒 朱梁的天子不错 实力进展的也很快 但是有人告诉我爷爷 说他品性不端 而且 之后 这家伙也确实侵犯了一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的家人 带着他到我们胡家喊冤 当时的事情闹得很大 而他也确确实实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爷爷将他从胡家处名 费其修为 断其经脉 让他永远都不能再修行鼓舞 而且胡家的弟子 也引以为戒 从此以后 胡家也再也不受外形弟子为徒 我只知道 当初那个女孩是自怨的 而我也喜欢她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夜 她就突然翻脸了 我没有强迫她 空口无凭 胡君双手一摊 已是自己也无奈 当年那女孩呢 现在在什么地方 还在本地 出了那件事情以后没多久 就找人嫁了 不过她丈夫生育有问题 一直没有孩子 现在她还是孤身一人 三年前 她丈夫过世了 找到她 真相自然就能大白 可是师父 你真的相信她所说的话吗 胡君有些不解 就凭这家伙空口无凭说话 叶好轩就能相信了 我相信 因为一个人的眼睛 是不会骗人的 我相信她说的话是真的 那好 那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原原本本地还原 胡君微微地点点头 只要是叶好轩认定的事情 她相信绝对错不了 好 去吧 另外 弄清楚了这件事情之后 胡家要在祠堂里面 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 第二天 正午 一个十分落后的小山村里面 这座山村是一处被遗忘的地方 泥泞的小路 低矮的石头房子 饭后闲来无聊俱众 打着一两元堵住的村民 虽然不是与世隔绝 但是这个地方 方圆几十公里 都不见得有一个村落 让这里的一切 显得十分的落后 当年的那个女孩 现在也是年近五十的人了 当年出了那件事情以后 她便改了名字 想要重新开始 但是奈何 当年的事情闹得太大 背后也似乎是有一股势力 在一直助推着这件事情 所以即使是她改了名字 但是那件事情 也一直伴随着她 让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她的丈夫看不起她 每天都喝得是烂醉如你的毒鬼 如今已经离开人世了 而且那个叫小英的女孩 现在已经是一名年近五十的老妇 她无子无女 山里来的这辆越野车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这个地方 平时都不会来一辆车 即使是来 也绝对不会像这辆车这么贵的 对 村里的人不识货 他们认不出来这辆车到底是什么车 但是他们从这辆车的外观上就判断出来 这辆车不便宜 来的人一定不简单 而这辆车却到了老皇家 老皇家是村里的毒 前几年黄老大过世 留下了女人守活果 这女人平时不跟任何人来往 村里的人平时都忽略了她的存在 这群人现在找她坐上 就是这家了 胡君指了指几间石头砌成的房子 当年的那个女人 在你离开了之后嫁到了这里 几年前丈夫离世 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到底是不是你找的人 那就不知道了 等着你确认啊 朱良一言不发 她的胸中还是有股怒火的 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想 那个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现在她终于有当面问清楚的机会了 正在朱良沉默的时候 一名女人从院内走出来 这个女人虽然看起来很苍老憔悴 但是朱良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女孩 小英 而出来的女人看到朱良也愣住了 虽然时过境前 两人跟以前的相貌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她还是认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光个一声 她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然后她转过身就要离开 你站住 朱良喝了一声 她大步上前挡在了女人的前面 你干什么 女人有些慌张 她叫道 你让开 你再不让开 我就要叫人了 你走开 叫人可以 但是有些事情 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告诉我 为什么 你走吧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快走吧 女人偏过脑袋去 不跟朱良对视 不认识我 好 当年说过一辈子都要跟我在一起的 永远都不分开的女人 现在却说不认识我 你知不知道 你当年的一个决定 几乎是毁了我的一生 我本来有着很好的资质 我本来是受胡家人看重 我本来是能飞黄腾达 可是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变得不人不鬼的 最后还险些坠入火山 葬身火海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都是因为你 朱良越说越激动 他死死地抓着女人的手吼道 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行了 你别激动 叶浩轩分开了朱良跟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如果朱良下手狠点 可能会直接把她给掐死 朱良只得退开 但是她还是不甘心 她只是瞪大着双眼 瞪着那个女人 刘英是吧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吧 我们是胡家的人 想来找你了解一下以前的一些情况 叶浩轩转过了身 刘英的脸色苍白 那些事情已经是过去了很久的事情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再次把那件事情给翻出来 听见了没有 我师父在跟你说话呢 你也不要怕 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胡君见这个女人一言不发 便有些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我不认识你们 我也不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 我求求你们 快点离开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前的事了 刘英 你不要怕 叶浩轩白白手 让胡君闭嘴 他走上前 你应该认识我吧 你放心 我们只是找你了解一下 以前的事情 绝对不会伤害你 我保证